好, 看了前面的影片 昨晚睡不著, 起床就隨便在家裡的蠟雜雜東西 大家看到的, 收拾來改了這支 其實這個卡帶的腰帶性, 整個系列玩具沒有玩過 不熟的, 只是那時生痕扭起了兩支扭蛋 還有一個飛彈這個, 用家裡收拾手的東西 隨便惡改, 自己玩而已, 所以粗粗的 非專業山寨色改造, 惡趣味而已, 被舒小姐在這 這樣知什麼事了 然後, 用USB 的底板換進去 比較方便一點, 又是這個圓面新聲 燈又一般 這個可以下次再買一個燈, 再換上去 這裏就算可以了 很奇怪吧, 貼紙怎麼做 其實這個呢, 就是 以前行過玩具店的時候 原來是原廠出了一套貼紙 好幸好, 買了回來 多少錢忘記了 蠻漂亮的 可以借用這些貼紙 怎樣貼紙呢 一定是不問的 其實之前有段影片我講的USB 時 有示範過的 其實最主要是利用原廠這部 有個框 今次就簡單一點 撕個框出來 貼紙下去 跟著貼紙就可以了 因為現在可能的視力和視力不太可以了 就年紀大 手勢慢慢退化 就一般的 那些邊緣就收得不好 沒有什麼工具 就算是自己玩 粗粗的 算是這樣 做開的時候 就順便幫個朋友仔 那個小小包 去Dicator粉 就幫他換回神主牌頭 這個就很簡單 在K-Touch的盒子裡剪出來 沒有偏淡 沒有成 就用現繩 撿出來的東西 改改 然後 自己玩 這個頻道 就不一定有些改造的 其實看開的朋友都知道 一向是有些玩具會拍 不過有時候會很冷門 有些玩具會 有時候就好像這樣 想到什麼 就撿起一些東西 隨便 東拼西拼 砌一些東西出來 有時候 順便的 惡玩一下 有些惡玩 有時候 有時候 一條傻佬 會自己開咪 在那裏 吹一下水 吵一下人 說一下粗口 雖然是奇怪些 但如果 還想看下去 多點訂閱和分享 沒有這些支持 做不下去 哪有動力做 很滿 只有自己一個 多點留言和訂閱 分享一下 多謝大家支持 今天 今次 突然之間 心癢 做這個 算是 對自己的交代 拜拜 拜拜